那麼他也沒有必要 因為他是高雄市長 就迴避平秀林 對於這些問題的提問 因為全台灣人都想聽 韓國瑜怎麼講 不管他有沒有選統統 所以也不需要這麼絞柔作態 也不需要這麼膽小 國瑜講話本來就是 他從來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 他不會說我去高雄選 九二共識 譬如說以前來 你都會覺得說票房不要 不要提 怎麼樣子 我覺得他不會 我覺得就是這樣 他從來不掩飾 然後他也非常的直接 這個東西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一個那種很極童的嗎 也不會有人這樣覺得 也不會人覺得他是一個 意識形態掛帥的這種政治人物 因為反而這樣子 我覺得他很真誠 很大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 本來就是這樣 我echo剛剛賴教授所講的 賴清德沒有錯 如同剛剛沈大佬說的 我就說真的是最後一口氣 不然國民黨可能就斷 民進黨可能就斷氣了 我給蔡英文的話 我們可能就斷氣了 我賴清德出來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延續這一口氣 但賴清德 你很難回避台獨的話題 賴清德也有意 就如同剛剛萬安講的 在初選的時候 他跟蔡英文的區隔在哪裡 就在於說 蔡英文這四年的執政 很多人 不管他們公不公道 合不合理 但民進黨綠營裡頭的很多人 就是覺得蔡英文沒路應 也不敢讀 也不敢怎樣就是做得很爛 就是不管對他的評價合不合理 綠營就是這樣子 可是賴清德大於蔡英文的就是 綠營不管是潛綠到深綠 都支持他 他也呼應了綠營的深綠的需求 他就是中華民國第一個行政院長 在國會質詢的時候 公開說他是一個務實的 台獨工作者 他也是個台獨的政治工作者 又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賴清德他如果要打這個牌 他就免不了人家說台獨是美獨 本來就是這樣 賴清德他要打這張牌 他就必須回應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昨天去請益的李登輝 做不到 當總統的時候做不到 你要特色的陳水扁當總統 也做不到 你曾經支持的蔡英文 不管你是真心還是假意 我不感興趣 也做不到 賴清德憑什麼做得到 還是你就是跟韓國瑜講的 你會做一半 你會騙票的 只是你 這些台獨的人甘願被他騙 因為只剩下他一個命根子 我剛剛講了 只剩下他現在還把台獨掛在嘴邊 蔡英文沒有辦法把台獨掛在嘴邊 他就一定贏這次而已 但是在大選的時候 他就要面對挑戰 我不同意剛剛大佬的那個 但是個人的評斷 這沒有什麼對錯 就是說他覺得 賴清德比創英文更厲害 但是我實在看不出來 賴清德哪裡厲害 他在做台南市立很好做 很簡單做的 不然到了台南台 他們最應該七三六拼 他來搶救蔡英文大兵對不對 所以他換了林權 行政宜一定有做得更差 又講什麼功德院 乾淨得沒 他其實能力並沒有很強 可是他這是浮選有功 好 那就是賣輸的地方 對不對 如果他選輸他就包起來 政治小名就結束了 他要跟他爭什麼 連你的老巢都輸掉了對不對 他一定要努力的 賴清德 我也同意大佬講的 我覺得他是因為選贏了 所以決定參選 這個我同意 賴清德他在這邊 這就是兩面 一面就是我也覺得叫小賀 好看 敢拔 政治就是這麼處理 總統選舉就好看 不然民進黨都沒戲了 忽然間又很有戲了對不對 可是這就是他的政治性格 他就是一個 剛必自用一意孤行的人 這種人當總統就是很危險 對不對 好怪他選不住 這沒關係 但是民進黨就有戲了 好 民進黨現在很緊張 我覺得這實在是民進黨太有趣 我跟你講 換作國民黨的人 沒有人敢表態 國民黨人就是不敢表態 你知道嗎 可是壞做民進黨的人 那個賴清德第一天去登記 後馬上鷹派的什麼 三十幾個立委 陳菊 誰誰誰 又通通套算表態 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穩住了 不然的話我告訴你 賴清德一出來就衝垮了 搞不好民進黨的風向 就覺得說 賴清德由LP叫小賀 剛出來我全黨要支持 割英文 我很感謝你 民進黨虧欠你 可是拜託你就不要出來 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在第一時間 當三十幾個立委出來公開立挺 陳菊公開立挺 等等人公開立挺 蔡英文穩住 大家覺得說不一定 不一定割英文的輸 辣台妹對不對 手上還是有撿到槍 還是很努力的在頑抗努力 他今天接收蔡阿嘎訪問 我覺得很精采 表現也不錯 然後你就看到說 民進黨裡面有很多人 覺得說應該讓蔡英文繼續選 哪有一定就要落千塊 落千塊你雖然民調比較高 但是你敢會贏 你也是不會贏 但是你出來大家頭很大 還不能進行 還不能團結 現在算不知道要怎麼整盤 整盤旗就火了 簡單就是說這樣就火了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的 政治人物焦慮 這個是可以想見的 可是對群眾而言 不管是藍的 不是藍的 是綠的 不是綠的 都覺得說這個戲好看對不對 不然你就覺得說 當賴清德是民進黨 最強的 要出的拚 不知道出的 要出的 都不知道這戲才好看 才有張力 大家就覺得說 你喜歡看戲 看熱鬧的 當然希望國民黨 你派個牆的出來 兩邊都不是派最強的 選舉選得很無聊 最後還是會有人當總統 你知道嗎 但是兩邊如果派最強的 老百姓就對不對 台灣人就愛這味的 愛這齣的 所以選舉很精采 但是我覺得 韓國瑜講得也對 民進黨最後還是要團結 沒有討論的人會猶得說 賴清德輸了 他也不能怎麼樣 蔡英文輸了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他是現任的總統 看民進黨要去怎麼處理 那是他們家的事這樣子 國民黨也是一樣 國民黨大家這樣迂迴路轉 反正最後一定會有個總統候選人 短多長空 而且這個短是非常的短 四月初就完了 一個多 這個短到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我先回應市長 市長有一半對有一半 不是很正確 他說民進黨絕對不會分裂 我100%同意 民進黨怎麼會這種小事分裂 但是韓市長說中華民國的保衛戰 這個是最後一次打仗就錯了 我告訴韓市長 除非老共來 老共把我們吞掉了 我保證以後類似的統徒交戰 每四年一次 每四年一次 這個怎麼會是最後一次 還有賴教授你不要點頭 你不要高興 我要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說你同意韓市長講的說 你台獨只搞一半半個台獨 就是假的意思 我如果是賴清德 你到大選的時候 你用這個修理我 我就講說我敬愛的對手 百年來難得一見的政壇奇才 竟然說我的台獨是假的 大家相信就好了 何必怕 不用怕 我的半套假台獨 就是為了反併吞 就是為了反統一 那不是很美嗎 對不對 還有第二點我要請教 你說那個特色是不能特色 因為你特色了以後 阿炳就要回法庭 就要處理其他的案子 現在因為 我有一點是比較不擔心 這個結果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 大概不會是國會多數 但是如果選透 民進黨是國會多數的話 他特色法就修改了 就修改以後要特色 可以通通特色 就是說沒有審理的 就是相關同一個時段 相關類似的法案 通通特色 他就不用回法庭 可以了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明年1月11號以後 國會民進黨就不會多數 所以這個法修不來 這個特色法 這樣修坦白說 在國際上會很奇怪 因為沒有人這樣玩的 台灣 沒有 台灣不能夠玩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點我馬上回應 這個我們的鬧 不必要 因為他不會是國會多數 對 因為這種修法不可能 所以他不可能特色陳水扁 因為還是要開庭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怎麼會判斷 就是說以大佬的立場來看的話 他認為說 如果賴清德選 不要把他捲在統獨的問題 那麼對於 就是不要把他捲在獨的問題 不是 你錯了 國民黨要 民進黨要逃 不是 你聽錯了我的話 不是 民進黨如果被國民黨套住 在統獨裡頭 民進黨是吃虧 不是 國民黨是要把民進黨套在 獨跟不獨 或是獨跟反獨這個部分 獨跟統 沒有 國民黨不會 避開統 對 國民黨會避開統 但是民進黨會主張統 那麼統跟獨這個部分裡面 民進黨會降低獨 會提出統 然後他是反統 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 彼此之間的攻防戰是會這樣 但是問題是在於 賴清德的獨派的標誌 跟色彩太明顯了 因為他是在立法院 直接公開的宣布 他是台獨的工作者 他是務實的台獨的工作者 所以他已經把自己的標籤 貼上去了 因此他要把這個標籤撕掉 他難度很高 所以如果對於國民黨來說的話 在議題的操作 當然就在於獨跟不獨 獨跟反獨 這個角度裡面來去打 所以我覺得 如果就國民黨來講 他不會把它操作成為 統獨之間的對決 他會把它操作成為 獨跟不獨 獨跟反獨之間 這樣的情況 對國民黨就有利了 事實上每一次大選 其實都會被拿出來操作 變成好像藍綠或各政黨 主要攻防的焦點 但我覺得台灣民眾其實 每一次經過一次選舉 其實已經進化 也很瞭解這個事實上是假議題 因為現實面不可能獨立 因為韓國瑜講得很對 蔡英文總統你全面執政 你既不要中華民國 也不要九二共識 也不敢台獨 那你要什麼 他就是很用庶民的口吻 讓大家很清楚瞭解 講出大家的心聲 到底蔡英文政府你要什麼 同樣的賴清的 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你現在因為要黨內初選 當然你走非常極端 你要拉攏獨派的力量 但是你到大選 你要面對是全部的台灣民眾 你要主張什麼 就像沈大老講 難道你要繼續集讀下去嗎 我相信他如果真的 通過民進黨初選進入大選 他會適度的修正 就像沈大老講 他可能就說反併吞 顧主權這種 可是同樣的 這一而再再而三 都是被民進黨拿出來操作 打孔中牌 打恐懼 打悲情牌 我覺得台灣民眾已經很清楚 這些都是假議題 所以回歸到真正 為什麼蔡英文民調這麼低名 施政 民進黨你這四年做了什麼 民眾不滿 所以韓國瑜講得很對 沒有韓流 韓流就是民心加民怨 對 沒錯 所以我認為今天蔡英文總統 你要仔細的思考 為什麼賴清德要出來挑戰你 因為他就是否定了你 這四年的執政 認為你做得不好 所以我出來才能夠做得更好 才能夠幫助民進黨贏回民心 能夠贏得2020 所以今天連你黨內的躍腳 都不信任你的四年執政 所以這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今天民進黨裡面 有30幾位立委 馬上跳出來支持蔡英文 他們非得如此不可 否則你就是否定了 蔡英文四年的執政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形勢 他當然必須要站出來 表個態 做個樣子 但是實際上我認為賴清德 他很清楚 所以他就是要進入初選 他吃了襯托鐵了心 否則他不會用突襲式的方式 去登記 最後我覺得韓國瑜講得也對 民進黨最後我認為 他們不會分裂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初選 民進黨是由蔡英文勝出 賴清德 假使他落敗 但是我認為蔡賴配的可能性 還是有 而且不低 因為我認為賴清德 他可以思考就是說 今天我是有機會能夠勝出 民調都是我最高 萬一我稀微落後 我願意搭配蔡英文總統 對外如果打贏了這一仗 我大功一箭 我顧全大局 如果不幸輸了 你也不會責怪我 因為我已經屈就當你的副手 所以我認為 事實上最後民進黨 他們的黨性來講 一定最後如果蔡英文勝出 立共賴清德 怎麼樣說服 都要讓他來搭配蔡英文 我認為最後民進黨 以他們的性格來講 很有可能推出最強就是蔡臺培 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 那一段期間 他其實對曉英的做法 是極度的不滿 但是因為是總統跟院長 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很多人就講不出口 所以他後來求氣的時候 他有一段講話 都不是很好聽的 所以你現在他又這個很直接 很直白的挑戰 然後我輸了 然後我變成 是輸了才變成蔡萊培 蔡萊培還是贏了 輸了 輸了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不會一切未勝選 民進黨求勝 我覺得他不會輸 但是他輸了就告老 或者就休息 8年的時間 對 那8年的時間他回來 對抗的恐怕就不是韓國瑜 對抗的就是一個信仰的 所以坐在你身上 以前這樣時間講 很難得你講你 但我修正最後一點點 我同意剛剛沈大佬的分析 但他不會8年 因為蔡英文不會當選 所以他就馬上賴清德 會出來選黨主席 他冰水可能是鄭文燦 我說的 對抗的 有意義